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阳光山海兼幽 风光寿泥 拥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 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灵岛 拥有国家地质公园 灵萧岩为代表的阳春山水 拥有八百多年宋代古沉船 南海一号 相传很久以前 阳春地区发生了一次范围较广的牛温 唯有盘隆金花坑附近村庄一带的家牛母事 人民在金花坑发现了春沙人 采离医好了牛温 后来中医用春沙人 被那些因为风寒引起的胃管胀痛 不思饮食 连连握抑的人食 发现疗效甚好 春沙人不止药效神奇 更是调味的良料 一碟鱼肉放上一粒半粒沙人清蒸 芳香之味 日满酒楼 阳春地区的厨师根据沙人的特点 烹制出春沙人焗排骨 沙人肉 春沙鸡 春沙鱼 春沙上汤等菜鸟 风味非凡 深受游客赞赏 下面我们就来演绎春沙人 焗排骨的烹调过程 春沙人 焗排骨用的食材是 春沙人 焗排骨的制作过程是 1. 将3分1春沙人搅拌成粉末状 3分2拍片成片状 分别成装备用 2. 将排骨沾成约6厘米长的段 洗净 再滤干水分 3. 将排骨放在细盘里面 加入食粉 精盐 白糖 春沙人粉 生抽 芝麻油 排骨酱 蜜糖等半云 再加入淀粉半云 腌制2个钟 4. 烧锅落花生油 烧至150克油温 5. 将腌好的排骨放入油中 用中火泡油至5成熟 捞起 5. 将油倒入油盆里面 排骨力干油分 5. 随即将锅放在绳上 下香片 拍片的春沙人爆炒至香 放入排骨 烹花丢酒 加入汤水 煮滚 转入芽餐 加盖 放在小炉上 用慢火烹约3分钟至熟 汤水形成浓汁 即可上席 春沙人焗排骨 色澤红润 肉质嫩滑 散发出淡淡的沙人香气 烹制时要掌握的关键技术是 1. 部分春沙人搅拌成粉末状作业排骨 部分拍片作起锅爆香 以增加春沙人的香味 2. 排骨过油油温不可以过高 3. 焗排骨时要用慢火 要加盖 保存香气 以及做酒感asing 海前廷人操作曲 烹音 遇 Doncs 解釈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